弟兄姐妹平安 今天是6月13号 新眼光诗篇21篇 6月13号的新眼光诗篇21篇 我们一起来祈祷 上帝你所赐的福 是恩典的福 是使我们 经历患烂 的福气 使我们 遇见你恩典的福气 我们在你的话里面要得着这样的福气 祷告奉主耶稣名求 阿们 诗篇21篇如果 按照昨天我们看的那个20篇 我们好像昨天是 还没有去打仗的时候我们 在那边祈祷 在那边祈求 今天21篇就好像已经达完仗了 然后我们胜利了 我们再感谢上帝 我们要来看诗篇21篇 跟他 诗人怎么样感谢上帝 上主啊 君王因你所赐的力量欢喜 因他 他因你所赐的胜利快乐 你成全了他的心愿 你答应了他的祈求 你赐给他无穷的幸福 把金冠冕加在他头上 他向你求寿 你就赐给他 使他长寿无疆 他因你的帮助得了大荣耀 你赐给他光荣尊严 你给他的红福永无穷尽 你的同在使他充满喜乐 君王信靠上主 因至高者的慈爱 他的王权永固 君王要收补他一切仇敌 他要俘虏憎恨他 他出现的时候要向一阵热风烧毁他们 上主要在震怒中吞灭他们 怒火要烧尽他们 君王要灭绝他们的子孙 他要杀戮他们的后裔 他们阴险危害他却不能成功 他要拉弓描射 使他们掉头逃跑 上主啊 愿你显出你的力量 我要赞美歌颂你的大能 我们刚刚说的这是一个歌颂胜利的一个诗歌 好然后这个里面有一个很有意思的是 他在歌颂里面呢 他谈到了几件事情 上帝成全了他的心愿 答应了他的祈求 然后呢 还赏赐给他无穷的幸福 把金挂瓶干在他头上 然后给他求寿长寿无疆 甚至让他有大荣耀 然后有红福 你看到这里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 这里面所讲的几件事情 有没有很像传统的那个 传统的这个俗语里面的那个 福禄寿有没有 福禄寿呢 这里面的谈的就是 财富 功名 跟长寿 这里面呢 世人歌颂了 他拥有金冠冕 然后无穷的幸福 那个红福永无穷尽 然后甚至还长寿无疆 福禄寿其实就是我们人生命里面 我们大部分世人的眼光里面所追求的 类似我们这个成语讲的五指灯科 所有的好处我们希望可以得着 而世人也在谈这样的一件事情 可是这样的一件事情 是因为你依靠上帝 你专靠上帝而得到的 这个福禄寿在我们生命里面 我们怎么样展现在这个福禄寿里头 我们怎么样展现那个信靠 有时候我们会发现 当你有财富有的功名有的长寿之后 你可能会忘记这个信仰 因为你过得非常好 你过得非常好的时刻 你就觉得你不需要上帝 常常我们会需要这个信仰 我们会需要我们会来找上帝 是因为我们贫穷 我们生病 我们这个没有任何的成就 所以我们依靠我们 我们帮助我们祈求 当我们人看见生命的软弱的时候 我们很容易在这里头寻找上帝 但是当我们得到胜利的时候 我们会像诗人一样把这所有一切 知道所得到这一切 完全都归于上帝吗 是因为上帝的赏识 所以我们得着这样的福气 是因为上帝的救恩 我们能够开旋 所以最后一节他告诉我们说 上主愿你显出你的力量 我要赞美歌手你的大能 当我们真实惊艳到上帝 所丰盛给予的时候 我们回到上帝面前去看见 上帝所给予我们的一切 我们就发现这所有的一切 都不是我们自己能够给予的 所有能够赏赐给一切 不管是幸福 不管是金冠冕 不管是长寿无疆 或者宏福永无穷尽 都是来自于上帝所给予的 我们怎么样看我们的生命 成为那福禄寿的生命 而是来自于上帝所赏赐的福 而当我们能够赏赐这样的 被赏赐这样的福的时候 我们回来见证上帝的救恩 我们跟人见证上帝的救恩 我们跟上帝来说 我们谢谢他 这是一首君王战胜的诗歌 但同时我们也可以说是 胜利的凯旋歌 而这样的胜利凯旋歌 在我们的生命里头 我们是不是常常也经历到 透过那个祷告祈求 透过上帝的给予 当然有时候我们不免 我们要了解 我们不是每一件事情 可能都上帝应允 或者每一件事情 我们都得到那个凯旋的胜利 但是成功的要件有许多种 我们其实要转向上帝 我们世人所谓的成功 在上帝是成功吗 如果我们回到上帝的眼光眼目去看那个成功 我们会知道我们所经历的每一件事情 都在经历上帝的计划 都必须歌颂那个上帝的开旋与胜利 我们一起来祈祷 我们一起祈祷 祷告奉主耶稣 阿们